拜登跟第一夫人在白宮花園參加指數活動 只是中完數 拜登卻似乎在自己現在居住的白宮裡迷路了 其實前一周拜登在賓州也被拍到眼收完 在台上迷航的模樣 拜登似乎找不到路下台 在台上轉了一圈 才找到台階在哪裡 讓外界再度質疑 總統的健康是不是出了問題 距離其中選舉只剩下兩周 路透最新民調顯示 拜登的支持率只剩下39% 跟五六月份時的最低記錄36%相去不遠 有三分之一的民眾認為 經濟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 而民眾對共和黨比較有信心 ABC民調就顯示 有36%的民眾認為共和黨能控制通膨 但只有21%的民眾相信民主黨有這個能力 分析表示拜登低迷的支持度恐怕會拖累民主黨候選人的選情 萬一民主黨參眾兩院都丟掉了 拜登剩下兩年的任期將會成為博腳總統 更難推動政策 TVBS新聞與市民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